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2月17日 史特拉斯堡厮杀在即 周五凌晨 法国杯第二圈迎来首场争夺 华伦西恩斯将主场迎战史特拉斯堡 华伦西恩斯近况未如理想 加上近年来法国杯表现也是一塌糊涂 此番面对实力更强的史特拉斯堡 华伦西恩斯确实不宜高估 自从上一圈法国杯顺利晋级之后 华伦西恩斯在接下来的二轮联赛 仅得一和一副的劣迹 其中上轮联赛更加以1比4惨遭大败 球队目前状态相当糟糕 此外在联赛方面 华伦西恩斯目前户籍形势不容乐观 他们手握20分排名积分榜倒数第4位 并与将区附加赛区域只有一分的差距 如此一来 球队必定会投放更多的精力在联赛上 而法国杯则是次要选择 加上华伦西恩斯近年来在法国杯的表现并不理想 在最近四届当中 他们走得最远那届是在第三圈止步 其余三届均在第二圈止步 如此战绩根本不值一提 此番面对实力更强的史特拉斯堡 华伦西恩斯确实不宜高估 上轮联赛面对强敌马赛 虽然史特拉斯堡未能爆冷击败对手 但他们最近整体表现还是胶足功课 要知道在这场比赛失利之前 球队曾经取得三胜三合的不败战绩 而且在法甲积分榜上 史特拉斯堡目前手握26分排在积分榜第7位 与上级亚卫户级而战相比 球队经济可谓尽现黑马本色 如此一来 在联赛无忧的情况下 史特拉斯堡将会专心踢好金杖法国杯赛事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最近四届法国杯当中 史特拉斯堡走得最远那届是晋级到半准决赛 其法国杯表现明显要比华伦西恩斯更胜一筹 此外 头号攻击手卢杜宇 阿佐基最近脚锋正顺 他进四轮联赛当中总共攻入四球之多 这位前锋不愧为球队最依靠的得分手 此番面对近况欠佳的华伦西恩斯 史特拉斯堡取胜在望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这是 survivor的